第16题 16到18是体主 俊德探讨酸和碱的性质 他取五支饰管分别标示甲稻物 进入各支饰管的温度浓度和体积 实验数据如表一所示 然后俊德从甲饰管取出一毫升 盐酸容易滴入乙饰管 从物饰管取出一毫升 氢氧化钠水容易滴入丁饰管 实验进入如表二所示 请回答16到第18题 16题是问 俊德从甲饰管取出一毫升 盐酸容易滴入乙饰管后 乙饰管的浓度X约为多少大M 我们晓得乙饰管是蒸馏水 所以就是加水稀释的意思 我们知道加水稀释的时候 不会改变原来里面 容易的溶值的末数 所以最后容易值的末数 就是我们所取出来 一毫升甲容易的末数 而我们晓得取出的时候 浓度不会改变 所以取出一毫升的甲 这个还是所谓的三大M 我们也知道 所谓的末数就是末浓度乘以容易体积 所以它有三大M 它的体积是一毫升 除一千换成公升 有这么多末 那么同时我们晓得最后是六毫升 大M是体积分之末 那我们的末是三乘以一千分之一 那么它的体积呢 它有所谓的六毫升 所以就是一千分之六 那么一千跟一千消掉就变成六分之三 也就是最后会变成零点五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零点五大M 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叫做朱零点五大M 谢谢大家